攸關還稅漁民的特別條例 現在正在立法院的委員會進行審查 只不過在野黨包括了國民黨在內的 他們都強烈的堅持要逐條嚴審 而現在呢 大家究竟能不能在二月底前拿到這筆錢呢 立法院的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在稍早有了最新的回應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今天有四個版本 四個版本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絕對不會有共識 先講前提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主張 那不會有公識的結果呢 一定是大概每一條都會保留 保留以後就是出委員會 出委員會就起算一個月 他會起算一個月 所以大概2月20號左右就可以表決 表決整個條例 表決完整個條例以後 行政院馬上送預算過來 院長來備刑 面行的時候當然不可能大家對預算沒有意見嘛 一定要復委審查 審查以後再出委會一個月以後表決 所以這樣時辰最快 算起來都會失業了 好我們聽到呢 柯建民強調目前呢 各個在野黨對於現在所有的版本 大家還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如果今天沒辦法出委員會的話呢 可能要等到2月20號才能夠進行表決 表決過關之後相關的特別預算 才能夠送到立法院來進行審議 所以呢如果按照這樣的時程來推算的話 可能要等到4月 大家才可能拿到這筆錢